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他就让我带上他的学字 学来学去觉得我们家还是比较合适 说是能处理这车方便算点 我把我们家的车方便算一下 在这的情况下 我们俩就都成了广盛 然后签了签议就开始便算 我是去年三月份前的组建来的 因为我们家一切构有宽宠 一切那个方便们也写在后 这组建来有素食有命流 有贴的东南下流 墙体本身还包括屋顶的构造 我们采取了空心墙 空心屏 那么空心的地方填入了保温材料 屈内这一面又加了内保温 所以这些都有效地保证了 这个房屋本身密封 那么密封就能使得这个 住宅农宅里面东往下流 在这个过程中做了抗震实验 就是把这个缩齿的模型 放在国家地震局的抗震平台上 进行摇坏进行抗震的测试 那么测试的结果 它是可以抗八级地震的 因为在打印的过程中 其实是断断续续的 那么就是用来打印的时间 去统计大概160小时左右 另外造价其实应该更准确的说 是2000到2500平米 因为这个房子它是106平米 大概计算以后呢 大概是20多块 我们是希望能够在五年以内 三到五年能够推广 把这项技术能推广到普通的门宅的打印 因为它受到了各种因素的影响 还要看这个方面 对这项技术本身的接收程度 我们是希望能够尽快地 能够普及到普通农房的打印 如果有些睡眠问题的话 可以来试试看 我们温望推出的这个梦梦水 睡前30分钟喝上一包 就可以让大家清爽无负担 告诉大家在哪里购买 这个地方有我们QR Call 扫描一下就可以到快点购网站上头来购买 这里有我的推荐代码 cti321 邀请大家多多支持